好,各位听众,10月15日又到这个有Q仔母群联的时间 正式分析股市之前,照例又要买一下广告 如果大家在YouTube上听到这个节目 有兴趣的加入成为这个有Q仔母群联的订户 就可以用以下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可以通过最简单的 用这个银行ATM个数 D100的母公司就叫做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这个户口号码是恒星银行的787-087-998-883 入了数之后,就在这个入数纸之后写下你的姓名 这个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和这个订节目的名称 然后WhatsApp去9167-1611 或者是电邮去info.info.at.net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这个转数块 那个收数的公司名称 亦都是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手机号码是5479-3995 入了数之后,也在入数纸之后写下你的姓名 联络电话、电邮地址 然后就是WhatsApp去9167-1611 或者是电邮去info.at.net 第三个方法就是可以亲自上去D100 在上环的专门店 那在哪里呢? 就是港铁上环站大堂内的5号铺 在E出口大堂就可以见到的了 那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时间 就是上午9点半至晚上7点 星期六日和公共假期 就是上午10点至晚上7点 那当然呢 有特别的时间安排改变 就要看回上环D100Facebook的专页 以那里公布为准的 那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上网报名就可以了 D100的网站就是www.d100.net 那用PayPal或者credit卡给钱就没问题了 那报名之后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有个讨讯或者是加入 这个有缺币无可能的WhatsApp群组 那就可以致电D100的网台专线 22971825 那那里每天都会 那些庆众可以在这交流意见 发放有关股票信息 还有赛马日就会有职场的分析和提示 那如果你想看每天的 详细的财经的资讯 就可以参加我的私人群组 叫我来执粉Q仔自己有私人群组 就在Facebook和MeV 那你可以将你的报名资料 就是这个电邮去cfqlai at yahoo.com.hk 好了 言归正传了 那今天的港股 今个星期只有三天交易 那因为星期三就无端打风 全日都没有这个 即整个市场都是爆了风球 那么很多交易 接着星期四就放假 那今天才是服市 那就今个星期的港股 其实就是星期一都是 承接上个星期的升势 上个星期由星期三左右开始 就是连弹几天之后 港股一口气升回到1300点 上位是25000多 但是星期二就是因为美股下跌 也跟随着下跌 但是在这个美股 这个星期三扭转了一个跌势 美股下跌的原因 是这个所谓通货膨胀 现在大陆也同样面对通货膨胀 但是今次无论是大陆 或者美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 就是跟过去通常 如果正常来说 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的形象 你印钱那么多 自然太多货币追逐太少的物品 和这个龙母 这个物价就会上升 但是今次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全世界超过一年半 受疫情的示弱 即使是做这个防疫工作 抗疫工作里面做得不错的中国 虽然在那里爆发 但是很快就压了下去 但是看到自从有Delta变种病毒 耐不耐 以中国 我相信差不多现在是全世界 是唯一的 还是清零政策的 一个都不能容忍的 但是对我很多人力物力 但是依然 耐不耐 你都会听到 可能北京 可能上海 可能是边境云南 福建厦门 或者黑龙江 就是哈尔滨 因为在同一样 外地来的 或者由外地回来的 就是输入 而一个特征 很多时候是没有病征的 但是中国大为紧张 每天都会用这个封锁的政策 但是这些基本上 全世界都似乎只有中国可以做到的 因为动用的人力物体 和文化不同 你看看西方 因为特别是自由民主国家里面 到现在今天 好像加拿大 还有人是反对接触疫苗的 就是对现在 譬如你出入到很多地方 一定要有打针的证明 才可以去的话 还有人可以抗议 就算连医护人员 譬如加拿大 都反对强制所有医护人员打针 虽然同时医护人员 受到很多反对疫苗的人 一起针对 其中很无辜的 所以变成了 这个基本上是中国做到的 但是问题 这个疫情最大的影响 除了健康之外 对人流物流的交流 当然是严重的失衡 所以过去这一年里面 全世界现在都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产业点 就是这个断点的问题 这个运输物流又出现问题 所以变成了 那个物价的上升 就不是因为那个经济 虽然是几个月前 就是美国接种到七成 那时都开始重启经济 很多西方国家 现在已经接受了 用所谓与病毒共存这个策略 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最近就去到三千多 但是都要继续经济活动 但是即是这样 这个病毒定队 有一些就开不了工 那些运输有问题 那些生产成本 即急剧上涨 比如运输成本 现在你看新闻都知道 在美国很多大型的这些 车口市场的公司 好像Costco 好像Wallmark 好像Amazon 是自己用自己的货轮 货车去运载 因为全公司的全企 成本高涨 每每升几倍十倍 所以 因为生产成本高涨 那就足够上升 所以你尽量看到 石油 石油绝对不是因为经济好 所以石油升 一来就是 大家都应该记得 现在曾几何时 应该今年年头 或者去年 密切研究油价跌破 还要是倒贴给别人的期货 跌破三十元 现在升到八十元的流上 当时跌破 现在就令到很多石油 石油组组组织 俄销全都减划 现在她不肯增产 因为这些价回升 会对人有利 所以成本就高涨了 前提升 加上汽油的問題,全世界都是亂殺牙籠的 冬冬冬得很厲害,六月又落得很厲害 所以變成這些令到工資、物價上漲 但美國剛剛最新公佈,九月其實都是比預期高了 九月出現的通脹是0.4%,只算全年是5.4%,比預期的5.3%高 所以今個星期早段美股失敗,就是因為聯儲局的會議剛剛透露出來 其實已經越來越多那些有投票權的地方聯儲局的頭頭 都認為最快可能11月或今個年底就要收縮賣債規模 現在大家知道每天就是120億,每個月1200億 800億就割債,400億就是這些有按照抵價的證券 現在要求一開波至少減150億的買債規模 有些甚至激進一些的,認為通脹已經確認這麼嚴重 所以變成明年可能要提早加息 其實這個判斷也有點錯誤,表面上通脹 你減少貨幣流動,是可以令通脹無論 這是正常的,教徒所教會這樣說 但實際上現在不是因為太多錢 人們每個人花錢去追逐那些牢牧 而是因為疫情的關係,令到生產鏈斷裂 很多這些生產問題,譬如中國也是 煤電出現問題 所以你看到中國,中國反而跟美國不同 美國還是因為現在拜登上台 要過萬2億的經濟計劃 接著未來的預算要3萬5千億 所以搞到美國現在出現的爭議 就是債務上限,如果不調整就沒得再發生了 但中國不是,剛剛中國調轉 你近這一兩年,其實貨幣是捏得很緊 譬如剛剛新出的措施 9月的貸款其實都是1萬6千6百億 是比市場預期減少了2千3百多億 M2都是8.3%,比預期稍微高了一點 而且中國現在很多時都用了一些中期便利 以及針對性的貸款就不是 就這樣濫發,就是讓各個有錢就去搶 不是這樣的 而中國就是因為,譬如限電力 就是因為固然有所謂的制裁澳洲 但澳洲其實影響很少 即供應佔中國只有幾百分 而是因為中國又要減排放 中央只要一些地方 很多地方就是生產成本五穀 寧願不生產,生產就會虧本 中國跟外國有一個小不同 就是中國叫國家資本主義 就不像很多人說 現在會賭卸回共產主義 就不是的,根本也不可能 所以你看到李克強最近說 用三招可以搞定 那三招就這樣,你直接落回地方 就是中國跟外國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外國資本主義就是每一個企業的運作 就以賺取利益為目的 就不會理會社會責任 所以有些結果出現的時候 就整個社會分擔 這是資本主義最基本的矛盾 中國走市場經濟本來都是一樣 但因為有國家身份距離可以勒令 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 有些地方因為內價的玫瑰 那些電商不肯生產 因為根據市場經濟 但它不生產就會影響其他壞電工廠 很大件事也會影響民生的生活 所以國家介入 因為每個地方是這樣做 有些官員又會為自己訂購殺 因為他們要問責 但現在中央在介入的時候 這個特殊情況要特殊解決 正如你看這個疫苗 這個防止一樣 譬如最近以澳門為例 澳門本來做得不錯 但最近澳門突然爆發 所謂爆發 都是那好幾個人有感染 但已經很緊張了 澳門跟珠海 根本的關係比香港更密切 大多澳門人在澳門上班 特別是基層的工人 便宜地住在珠海 每天過關來回 真正來回方便過深圳來香港 這麼近 亦因為這樣 連許一成本來說10月1日 就可以通關都不行 短短一兩個星期之內 就要檢測三次 很簡單容易解釋 因為珠海的官員當然不肯背鑊 地位書記 但是如果中央介入 那就解決了 現在電就一樣 它和三招 第一就是容許它加價 當然加價不可以超過20% 可以10%、32% 令到新產電的電廠 有個誘因就是新產電 第二一定要真產 千方百計最多國家補貼 第三就是問責 每個地方政府 或者這些很多都是國企 這些電廠 如果你不承認中央要求 那就污沙都不保 所以中共那些 因為國家資本主義 政府一介入 其實立刻通過 你看到最近都出現很多問題 水災、限電 亦都是疫情 但很快就會 政府強行介入 以前來講中央很多指令 就落不到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山高皇帝縣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大陸是合得很緊的 如果你防疫也好 或者這些電力工業也好 你做得不行 拍到紋身 就立刻動你了 就無法補 所以變成它強行介入 其實很快就搞不到 所以就算恆大 早兩星期就因為恆大的問題 現在恆大基本上一定能夠解決 中央就不會出展支持它 會將它拆骨 最後有事的可能是許家印 當然許家印 所以有事都不用跟我牢 就是每年用那麼多錢 現在他的錢是借回來發達 但是那些苦主就大鑊 尤其是外資那些 借了錢給他 分分鐘都要回復 付款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